据俄美4月27号报道 俄军机制造企业表示将把苏-57上的液压传动系统升级为电传操纵系统 以提升苏-57的隐身能力和机动能力 此外 俄方3月底发布的苏-57宣传片 也让饱受疫情困扰的美军心中一惊 在宣传片中 苏-57除了大秀机动性 还首次展示了从侧弹舱发射空空导弹的能力 同时 俄方还表示将为苏-57研制可内置于弹舱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并增强其控制无人机打击地面目标的能力 届时 俄-57或成为对地攻击能力最强的俄制战机 而美国方面则在不断扩大F-35在俄周边的部署 试图打造一个五代机包围圈 据报道 4月21号两架F-35A飞敌阿拉斯加展开北极部署 按计划该基地将共部署54架F-35A 另外前不久 俄军机相继遭到挪威F-35A战机 和日本F-35A战机的跟踪拦截 这意味着俄军机远程飞行的多条航路上 均已部署有美制隐形战机 虽然和平时期通过并无大碍 但一旦爆发战争 俄军机的突防行动将受到较大威胁 我觉得它的灵敏度就会更高了 实际上液压操纵的是上一代飞机 战斗机包括客机也都是通过液压 它的反应的灵敏度相对来讲低一点 而电子的操纵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点像我们比如遥控的空调电扇一样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说明你的整个航空产业 或者说航空电船的产业相关的基础 技术基础是比较高的 你才能迈上这个台阶 这是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有些国家可能想 我把液压传动改成电船传动 但是你没有这个产业基础 测弹舱 测弹舱那是四代战机的标配 为什么 你四代战机 那你那弹药都挂在外边 那你还叫隐形战机吗 所以你看没有 它都是对过去这些容易被人广为诟病的 你不好意思叫四代战机吧 我做的修补 我做的补偿 我告诉你 我慢慢在追上来 这些短板我都在补齐 其实后边核心就是一个字 核心就是一个意思了 我的四代战机马上跟你们一样 都是名副其实的四代战机 再加上我俄制战机天生的 我机动性能的优势 那么我如果其他的短板都不齐 那么我在我优势的领域 如果能再占一点优势的话 我不怕你了 我可以破你啊 虽然这个数量上 我可能展时间处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 但是我只要性能上有一招线 我是可以跟你博弈的 我觉得从俄罗斯最近这个宣传片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读到这样一层寒意在里面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